歡迎收看今日的倫敦看訪 今天要介紹的是65樓的摩天大樓 ASPERN 大家好 我是印商首都集團的Jackson 英國首都倫敦 無論是在經濟教育還是路話的程度上面都是位居第一的 於紐約跟東京並列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 也是全球知名的旅遊勝地 那金氏圈碼頭曾經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市現在已經是發展成為歐洲全球著名的商貿中心 樹洞英國最高的建築物都在此地 那華人佔比是百分比的11% 匯集了世界頂級的金融機構 例如匯豐、花旗、巴克萊、摩根大通、瑞士興奈等 每天有超過10萬人在這裡工作 這裡匯集了300多間的商店、咖啡廳、超市、酒吧和餐廳 金氏圈碼頭的話能說是生活是非常便利的 作為倫敦新金融區的所在地 是倫敦摩天大樓指數最高、現代感最強的區域 因為金氏圈碼頭的崛起 倫敦的金融中心也慢慢的偏向東移了 據統計表明 這五年來從2016年到2021年 金氏圈碼頭周邊的房價上漲率為20% 這個上漲率是非常驚人的 因為倫敦政府已表明 在5月24日的時候 伊莉莎白線即將開通 讓行精Canary Wolf 讓Aspen未來的住客的交通便利極大提升 伊莉莎白線是向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所致敬的一條線 伊莉莎白線全面通車後 將徹底改變當地人的出行方式 以前倫敦從東到西 總共花費需要一個小時又10分鐘 但是伊莎白線的出現 讓它橫管只需要花45分鐘 整整少了30分鐘 總高65層高的Aspen 為住戶提供名人的360度全景視覺饗宴 一覽金氏圈碼頭的絕美景致 西面呢是我們的倫敦市老金龍城 東面的話是我們的格林威治半島 北面是我們的奧里皮克公園 以及南面是歷史悠久的格林威治海市 此外Aspen的室內空間既現代又優雅 整個精裝修整個區域將住宅與飯店咖啡館景觀美化 及社區空間交織在一起 完美成性經典倫敦優雅及魅力 預計完成時間呢 大約是在2023年的第三季度 大約在9月左右 開發商呢是香港著名的遠東財團開發商 公社及服務部分的話有24小時保安 禮賓服務 居民休息室 會議室 遊戲室 住戶影院 兒童遊戲室 餐廳及酒吧 更具有設施 特色的22樓高的空中四人酒廊 泳池 水療 健康中心 包含了按摩池 蒸氣房 商打設備 也應俱全 Candering Wolf走到Aspen 大約在9分鐘左右 那DLR輕軌 不行的話大約是在4分鐘左右 如果你要搭乘輕軌去Candering Wolf 只需要兩站即可 Kings Cross Station 地鐵大約是在37分左右 那它是可以坐上歐洲身心前往巴黎的 也是非常方便 那亞洲人最喜歡的China Town 地鐵的話大約是在36分左右就可以到達了 Piestro Airport 是大約在40分鐘就可以到達 半小時之內可以到達知名的大學 例如倫敦藝術大學 國王學院 帝國理工大學 知名的景點例如倫敦演大笨鐘 在20分鐘之內地鐵都可以到達 地理位置是非常的優越的 那我先來介紹一房一廳的房型 它總共價錢大約是在72萬英鎊起 台幣大約是2880萬左右 那它的總面積大約是16.5平 54.63平方米左右 面東北的是在於26樓 看的是金氏圈碼頭的城市井 它是一邊腳尖房 所以你看到的井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格局也非常的漂亮 接下來介紹一下我們的兩房 房價為842000英鎊左右 那台幣的話是在3300萬左右 面積的話大約是在24平 79.15平方米 那這間我推薦的房型是面西南的 是在24樓高 那它是可以看見它不適合的 它面向是格林威治 也是非常的美麗 那因為西南的原因 所以有西上 對於喜歡太陽的客人來說是非常喜愛的 OK那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ASPEN的服務費用 Service Charge 是6英鎊 per square foot 那地租的話 是在一房500英鎊 兩房600英鎊 三房700英鎊 那我們買家是可以獲得999年的產權的 為什麼要買ASPEN呢 ASPEN的優點到底在哪裡 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表格 ASPEN的房價在金氏圈碼頭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跟房價最高的相差了1.4倍 這是非常誇張的 房租收入大約在2500英鎊到3000英鎊一個月左右 ASPEN的投報率是算蠻高的 大約是在4%左右 如果有對ASPEN有興趣的客人可以隨時聯絡我們 我們都會把相對的資料給你們 謝謝你們的觀看 我是音商首都集團的Jackson 這是我們的聯絡方式 那我們下次再見